欢迎您继续回到体坛观测站 先来关心澳网的部分 男单的选手Djokovic 他寻求未免之路 其实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连续两场比赛都碰到对手的顽强抵抗 尤其是在碰上地主选手Papirin这场比赛 还好他打了四盘还是过关了 最后继续往下一轮挺进 去年澳网有如秋风扫落叶 几乎场场横扫过关 而且比数都相当悬殊 今年Djokovic寻求未免可没那么顺遂了 第一场比赛他和Prismich 激战四盘之后惊险过关 没想到第二场比赛 面对小他一轮的地主选手Papirin 居然又是一场苦战 第一盘Djokovic趁着Papirin 急攻发球失去准心 抓住四个破发点的其中一次 在首盘6比3拔了头筹 不过这名小伙子宛如人来风一样 越战越勇 难得有机会在乡亲父老面前 挑战球王漏气 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第二盘立刻回进一个6比4 将战局扳平 第三盘更是让现场球迷 看着血脉膨胀 底线高弹跳旧球 大角度对冲 双方精彩的攻防 让球迷看到喘不过气来 惊呼连连 这盘Papirin也很争气 居然和乔神厮杀到抢7 很可惜最后姜还是老的辣 Djokovic不仅在抢7中赢得第三盘 更在第四盘把握住对手过多的 非受迫性失误的机会 连拿两盘锁定战局 最终还是在惊涛骇浪之中 击败24岁的Papirin 晋级第三轮 另外其他男子组的部分 赛会第17种子Tiaffo 在第二轮踢到了铁板 面对世界排名第75的Magic 打了三盘比数都非常接近 不过三盘都欠缺临门一脚 最后4比6 4比6 6比7 意外败下阵来 提前在第二轮打包回家 而Tiaffo的美国同胞选手 Eubanks的状况和他半斤八两 只不过碰上的对手 是实力较强的Rubloff 三盘的比数同样相当接近 结果让Rubloff 以3个6比4直落3带走胜利 这件奥网美国选手 看起来有些出师不力